一年多前 美國一位女士偶然在一間寵物店 看到一隻被棄養的甘魚 身體呈現藍黑色 看起來很虛弱 已經貧臨死亡 由於她動了七人之心 決定將她帶回家自養 沒想到悉心照尿一年後 甘魚不僅沒有死 現在還活力十足 連外觀也出現驚人的轉變 綜合媒體報導說 居住在坎薩斯州的30歲女雕塑家 萊西斯科特 在社交媒體上 分享了她飼養甘魚的一段奇語 她表示 2019年4月底 她在當地的寵物店見到一隻 全身呈現灰濁的藍黑色 而且失去活力的甘魚 店員透露 這隻甘魚已經是10歲 前主人棄養了它 現在送回店內 只能夠等待中老 萊西見到她這麼孤零零度過 余生太淒慘 所以決定帶她回家 並幫她取了名叫《Monstroo》 希望能夠她在最後的日子獲得善忠 萊西被甘魚 設置了一個專屬水箱 在她的細心照料下 等到一年後 《Monstroo》不僅活力十足 原本黑色的鱗片竟然慢慢消失 整個身體又暗淡的藍黑色 褪變成鮮艷的橙色 看起來非常健康 這條甘魚褪變的影片 吸引超過600萬網民觀看 很多網民被萊西的善恨感動 紛紛留言表示 沒想到自己會被一條甘魚感動 哦 太酷了 本來不想哭的 但看完就流眼淚 這段時間是不急的 戟墨水箱 然想是要跨水箱 有多約葡萄水箱 勾水箱 善水箱 結束 三角 二角 大